我想要請教一下,因為侯友宜有說這個藍白河要SOP 他說應該要兩黨面對面談 然後呢也要提出這個理念跟這個政策 那您認為所謂的藍白河SOP是什麼? 我在出國前就已經表達過了嘛 既然民主政治就是以民意為依歸嘛 那我們就看民意的展現嘛 那我的SOP就是以民意為基礎嘛 我們在民政黨這邊已經很清楚地表達了他的建議嘛 一個方向 剩下的就是看國民黨怎麼回應 至於說黨與黨之間你知道 我也認為說台灣既然將來聯合政府如何是一個未來的模式你知道 那也可以趁這個機會建立起一個聯合政府的一個模式 因為畢竟在台灣的歷史上過去也沒有嘗試過了 我覺得是這樣啦 隔回同意權這件事情一旦恢復你知道 在商黨不夠半的局面之下你知道 很多這種聯合政府的模式就會出現 當然是台灣過去沒有嘗試過嘛 可以啦這個也是應該政黨跟政黨之間也可以討論的 因為侯友宜有說就是民眾黨這邊說民調的方式有三四種版本 而且侯友宜也說民調不是唯一的方法 那會不會認為說是侯友宜他們不敢比民調 也不要這樣講別人啦齁 不過剛才我已經講了嘛齁 既然民主政治是以民意為依歸嘛齁 那當然就是用在現階段不是正式投票之前你知道齁 那當然就是以民調為標準嘛 那其實我也認為在這個時代這個還是可以做的 其實我覺得在媒體上還有人在跟我吐槽說 那我不再說這個民調不準嘛 坦白講齁 這是這樣啦有些特定媒體當然我一看就知道這個民調不準 因為那個是有目的的 那個就不用去討論齁 一般來講如果不是故意要造假的你知道齁 多做個幾次下來齁 不同家看那個趨勢那個很明顯 這個是可以還是可信的 你一直說那個要五家民調 但是有民調專家就是打臉說就是 會不會擔心綠營會灌票 這個你知道嗎齁 這個叫做技術問題啦 這個不用再去特別討論啦 這個我非常清楚嘛 因為現在如果 如果不是用民調的話 那各黨的初選是怎麼做的 其實我要跟大家講齁 去年民進黨會大敗一個很大的理由就是 不可以由一兩個人你知道齁 甚至就幾個人齁 拔頭政治去決定台灣政治的前途 這才會 所以為什麼去年民進黨會輸成這個樣子 就是說 當他不再以民意為衣櫃 來決定國家的前途的時候 下場就是這樣